星期天的凌晨2点左右 嘉明湖发生一名南登山客 因为高山症候群感到不舒服 山屋管理员带往嘉明湖避难山屋休息 并报案救援 恰巧空情对直升机正在嘉明湖附近 进行山难救援的训练 斩转后报之后直飞避难山屋来救援 直升机驾驶以滞空救援方式 成功把患者救援上机 而超完美的救援画面 也让山友拍下来直呼太神了 从山友录制的画面上可以看见 空行队的直升机缓缓地从悬崖边靠近 并滞留在空中 同时在机组人员的协助之下 协助患者缓慢地登上直升机 日前一名三十余岁的南登山客 与同行的友人一共六人攻顶嘉明湖 并扎营在三叉山的插入口 但突然因为高山症候群而感到身体不适 团员担心会发生意外 直奔嘉明湖的山屋球员 而山屋的管理员在评估状况危机后 立即将患者带往避难山屋 并通报消防局 而消防局在获报后转报国收中心 而正巧在附近就有台东空情队 正在执行三难救援的训练 在收到讯息后 立即转向飞向避难山屋 那我们当天是在我们高山训练的过程当中 接受到我们空气同队亲自中心下达这个山区救援的任务 那当时我是在已经完成北风的训练 然后要转完嘉明湖 那刚好他这个山患的地点也是在嘉明湖上 所以我们就总队就直接转派我们这个训练机过去来执行这个任务 而对于山游所拍摄的画面看起来十分惊险 空情队德表示是角度的问题 而机组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 都会确保现场状况是安全的 才会开始进行救援任务 这个画面的话会比较惊险是因为它是三笔 然后拍摄角度的问题 那因为它刚好吸力波 所以拍摄角度问题会看起来比较惊险 那但是这个在我们住院支援的一个 这个全程的掌控之下其实都是安全的 空情队人员执行救援任务 精确地展现出救援的技术 也让拍下了这一幕的山游大战实在是太厉害了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